這兩天,我們來了兩天的車展 總共呢,我們訂了 上述五台車 風機方向盤,唯一有溫度的改裝品 汽車教授,職人洗車用品專賣 UltraDash,指標最強的Dual Lens 上次來四年前耶 終於有機會又可以再來看一下新車車展 而且我跟你講,就在我們旁邊而已 我們走路過來就到了 心情好的話可以每天來得去,來四天 有沒有,好啦,那票咧票咧,來來來來 一定要買一下票的啊 那我們就進場啊 走 新的五系列 這我開過了 上次那個冠儀有開來,我開過了 但是我覺得開起來啊,有點太軟了 那個底盤不像 BMW 就是開過那個坑洞以後會一直晃一晃一晃一晃 然後那X5,大鼻頭 欸,陰哥 你怎麼會來 我來獨立 我來獨立 小師哥,問你喔 對 如果現場我只能看三台車 你會建議我看哪三台車 不是,我才剛進來,你就靠我 故意的 這個是不是iX 我最看不慣的就是全面這個面板 為什麼要做假的網子 不是啊,你電車就電車沒關係嗎 你網子要買就做真的 你去弄一個假的平面 然後再弄個像網子一樣 你不覺得很奇怪嗎 這輪圈很特別 它不只五爪以外 它這裡還做一塊小的 這是蓋子嗎 好像是 好像是 不是,可以 可是它裡面也是做這樣 這是金屬的 它是蓋子沒錯 可是它原本就是做這樣 怎麼會這樣 呵呵呵呵 幹嘛啦,怎樣啦 等一下,你現在幹嘛啦 等一下 喔喔喔 欸,放衣服在那邊 呵呵呵呵 怎樣啦 不是,但小雞如果金哥啊 今天要找電動車 你會推薦他買什麼樣 N7啦 台灣精神 台灣製造 怎樣 就他剛剛講的都是很貴的耶 他剛剛講的都很貴的喔 對 我跟你講,買五台N7啦 也可以很貴 哈哈哈哈 怎麼決定 欸,我覺得它這個鋁圈啊 蠻有質感的 就是蠻立體 蠻有立體感 欸,看到沒有 這荔枝紋耶 乃姬皮捏 哇,只有這裡有一個實體按鈕 有沒有 哇,好漂亮 有沒有 哇,你看 它連這個門都是水晶的 還有電動椅的開關 哇,這好酷喔 欸,很屌耶 這邊很漂亮喔 對啊 它現在用了有立體切割的紋路 對,是立體 然後這個燈光都 哇,哇,觸碰觸觸碰觸觸碰 哇,觸碰觸觸觸觸碰觸觸 觸碰觸觸觸 好像還好嗎 好像還好嗎 媽,你價值觀是崩壞的 不是 你的抬抗也差不多了 哇,這個比抬抗有質感多了 好不好 欸,它這個是做 裡面是做有紋路的 就假的 它不是切割 它可能印刷的吧 怎樣啦 沒有,我就是在過程走過來蹭一下 蹭個屁啊 你還需要嗎 欸 這個想當初 可是帶我出山的人了 對不對 帶我出山的人耶 不然怎麼會有你們 對啊,還不快你叫阿嬤 好,等一下這裡有印刷 有無印到 這裡這裡 鏡頭 這裡把它撿下去 這顆要幹嘛 視訊啊 總裁又視訊 然後觸控螢幕耶 你看 還可以連接波路Tools 蠻順的 很順啊 很順暢耶 很帥 很帥,它真的很帥 而且喔 它也是可以滑動的 你看它這邊有所有的設計都在這邊 甚至於這兩年 你還可以做這兩年的開關耶 後面開了 開了嗎 後面 喔開了,真的你看 所以它簡直就是一個手機把它趕在這裡 只是不能通話而已 好吧 舒服嗎 很舒服啊 小師買給我 600多塊 賣98萬 好看 欸,我有M240沒有M2耶 我跟你講差在哪你知道嗎 前面的寶感 我覺得前面寶感這樣同色然後方方的比較好看 不然我們把我們那台M240換這個寶感要不要 改M2寶 好啊好啊 我覺得這比M240的帥 剛出來的時候是不是說很醜 我說先買就對了 現在是不是越看越帥 實車蠻好看的 對不對 所以我講的沒有錯吧 會越來越帥 沒有我覺得很有特色 雖然大家都說什麼方方的啊 什麼很像土砲改的 但我覺得越看越有特色 哇 欸不錯 而且有呼應那個兩個正方形 你有沒有發現 欸可是側群 有點太誇張 太突出了 對啊 突一個碳纖維的出來 不是這個東西很像 撥出來的擋板怪怪的 就沒有整體感覺 對啊 欸我覺得可以處理一下 不知道買不買得到 欸這真的很像SWIFT喔 對啊很像新的SWIFT 這帶很像新的SWIFT 卡鉗蠻大的欸 那是JCW 喔因為這個版本是JCW的 喔它有紅色的車頂 紅色的後照鏡 你覺得這鋁圈好看嗎 鋁圈圈不好看 蠻特別的啦 只能這樣講嗎 稍微狩獵一點 蠻特別的 欸哈囉 宜誠哥 哈哈哈哈哈哈 沒看到沒有 重新雲集啊 小赤哥 我我我我 可以請阿文押我去 阿文今天沒上班 可以請他要請我吃檳榔嗎 沒問題啊 你還店裡面包著 看你是要吃忍者亂太郎啊 還是 藍白河 藍白河已經破局了 現在沒有了 沒有賣了 現在只有一生雞來你一個人 哈哈哈哈 我也想要吃這個 哈哈哈哈 唉那個 減肥的那個 記得要弄幾箱給我 哈哈哈哈 他差很多耶 至少差10公斤 其實是這個樣子 我們只是回到原本的樣子 阿當然阿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但我覺得是不是 我以前是很瘦的 是不是我這 我以前也才 我跟你講我伸出來3000公克 照顏我就是要講這個 哈哈哈哈哈哈 我只要講這個 哈哈哈哈哈哈 唉唷 這MG就是我 你看 所以他的IG已經秀過了 不用再秀了 再秀一次 來跟觀眾朋友說 E R I N 然後底線 H 還有一個點 1005 阿你怎麼稱呼 艾琳 艾什麼 艾琳 喂 嗨 這帶子蠻清楚的喔 艾琳的喔 艾琳的喔 艾琳的就有了 艾琳的喔 哈哈哈哈 阿哪喜歡短頭髮對不對 短頭髮對不對 方便採訪一下你嗎 來要不要訪問一下 讓我們的觀眾朋友 我的IG是 R A I N Y 2 3 怎麼稱呼 小宇 CD Compact BZ Compact 欸我們朋友在裡面了 幹嘛來出來啦 欸 幫我們介紹一下吧 SHOW GIRL 大家要SHOW GIRL的IG嗎 哈哈哈哈 來啦就趁一下 幫大家介紹一下這台車 這是什麼 這台呢 很多人說它是CHR的電動車 實際上它不是 它是BZ家族裡面 比BZ4X再小一點點 那它的車長大概4米5多 但軸距現在目前還是在概念結論 所以它沒有實際的數字 然後呢它很流線 你看車頭跟車尾 它不是有觀察室的頭尾呢 對對對 然後車側車框的地方 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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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麼那麼好cue啊 你有跳出台中恰恰來了 哇 我在20年也看過台中恰恰 哈哈哈哈 哇 螢幕還是彎曲的欸 對 它雙曲面的螢幕也是第一次在Toyota上面看到的 然後像這樣子的話 那它開車的溢價性又會更高 前面還有一個綠色的水晶球在發亮 那個魔球你知道是幹嘛的嗎 魔球 魔球是怎樣 我稱它叫魔球 它是有一個智慧語音的功能 戳它嗎 不用戳它 你只要用嘴巴 跟它說 那幹嘛都在顆球 哈哈哈哈 它就是我覺得是酷炫吧 它可以控制車輛上面很多的東西 欸蠻帥的欸 我喜歡那個方向盤 其實它有一點帶金色 對 有一點帶芥末色 它其實沒有照片看那麼黃 它是偏暗 有一點那種蜂蜜漸末的顏色 可是我覺得沒有大包 鋁圈不行 限量20台而已 好不好 對嘛 放個燈箱馬上職業 馬上賺錢 這車賣給你是回去賺錢的 不是賣給你回去花錢的 好不好 這個是那個Mirai 日文叫做未來 這是輕人原車 這個看起來車格是跟 我們那一代 2020年那一代的Kemory 是一樣的車格 它門板上的那個後照鏡 也是在一樣位置 跟ES200也是一樣的位置 你在看那個窗戶的那個造型 其實跟Kemory跟ES200都蠻接近的 欸這Lazos這一攤永遠都那麼多人在拍欸 對啊 專業的笑容 動力齊聚 任領駕馭 放在胸前 這是怎樣 哈哈哈哈 我今天是來看LBX的 啊LBX在哪 在這裡嗎 欸 我第一次看到欸 這一定要看一下的好不好 我跟你講 我是看到它的價錢 我才決定來看 133萬奇 對啊 那你要買頂的嗎 不行啊 這個一定要買130奇 一定要買130奇才划算 欸你想想看 N7就多少錢了 喔 對不對什麼 哈哈 家族的樣貌 可是它真的長得很像電動車 你不覺得嗎 有點像 因為它是油電嘛 很好看 對 這個燈感覺有點像馬山 有點像CX3 憤怒鳥的燈眉啊 你看 它知道我要講 牙肉魚的東西 它要走了 對對對 好我繼續看 這個好像感覺大小跟UX差不多啊 裡面是那個短短短的排檔桿啊 來看一下後面 後面保險桿旁邊這個雖然 也不錯啦 不過它這裡坐比較寬 然後後面稍微這樣縮小 然後又上這個屋頂有沒有 屁股稍微寬了一點 對 它的基礎 就坐得很像西洋梨有沒有 我要訂這台車 謝謝 所以要看要 謝謝是怎樣 我都還沒拿錢出來 非常感謝 好 那你有沒有 不然我們請這個 怎麼稱呼 叫小竹 我們請小竹啊 大概幫我們 跟觀眾朋友分享一下就是 這台車它大概等級上面有 差哪一些配備 好我先講 你推薦買哪一個等級 你自己想買的話 你會想買哪一個等級 如果是我自己 當然是最高貴啊 喔 其實我個人蠻喜歡這台車 因為像市區 因為我們跑業務嘛 市區 停車 什麼都旁邊 那像我想買136的 你覺得136 再上一個等級是多少錢 146 136分146最大的差異是什麼 什麼配備 車頂不一樣 雙色 全不一樣 駕駛座電動 八項座椅 電動座椅 差一個電動座椅 差10萬嘛 像PE啊 材質就不一樣 欸我會不會這樣一直選 一路選啊 變170幾啊 不行啊 我136的好不好 好 那我們少個地方 簽個訂單 好 好不好 我們現在帶大家去直擊VIP中心 好不好 這個是VIP 真的要買的才可以進來 謝謝妳 那要跟我們的觀眾朋友分享一下妳的IG嗎 等一下 可以嗎 等一下嗎 現在不要 好 這麼害羞喔 我很緊張 妳這時間拿訂單就好了 我們現在都是電子 不好意思啊我比較少 不好意思 原來是要電子訂單 妳是在哪一所 我在新莊 有 雷射石需求 飛躁 真 小 足 好不好 大家如果有興趣可以去搜尋它 對啊很害羞啊 簽名就 136 對不對 我今天 我今天走到和泰的堂位 沒有被看破的已經算不錯了 妳還想怎樣 我現在繳保護費沒有開玩笑 耶 買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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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買了 好不好 服務不錯啦 短短的10分鐘 馬上就搞定了 我說妳趕時間 我跟他說趕時間 他馬上就趕時間了 好不好 今天我們的標題就是來台北車展 訂5台車 回頭全部都退訂 不行 我現在不能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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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沒有黑色引擎蓋吧 那是電動的 那是電動的 電動的才黑色引擎蓋 好 Extra我要看一下 我覺得它這 有沒有覺得它這車頭很像到齊 好就連在一起啊 雪佛藍那種有沒有 其實有一點像 好 這是M3的顏色 有點帶金屬的黃色 欸 這真的很像變形金剛 這車頭蠻帥的 雪佛藍對不對 對 那歐寶為什麼都喜歡把方向盤做這麼大 他為什麼不學標誌 我不知道他為什麼習慣把方向盤 欸 你好 啊 你好 欸 跟我一樣姓思欸 我一定要來認識一下 對啊 哥好 你好 Ivy 我姓思 怎樣啦 我要認哥有沒有 他硬太小 喔 沒有 沒事 你好 歡迎 歡迎來到歐寶 今天要買三個車款 謝謝 HALSHA 跟MOCA 那MOCA的部分 我們有展汽油車跟電動車 有 電動車是最旁邊的 對 這次的話 在展場上我們有一口價 像歐寶的部分 我們最低規 原價的話是一百二十幾萬 但是現在車展的話 每天一台就是九點九萬左右 這個嗎 我買 可以參考一下真的 我認真的欸 我今天的目標是來這邊訂五台車 所以其中一台扣檔要給我的意思嗎 欸 看價錢 我都看價錢 我一向都看價錢辦事了 哈哈哈哈 欸 九九九 看那不買嗎 不買嗎 欸 我今天會不會真的買五台啊 欸 怎麼稱呼 我姓李 李嘉生 因為他講說這個每一天會有一台特惠的 Astra 那潮流版跟旗艦型它最大 比較大樣的這個配備上的差異是 第一個它就是輪胎的尺寸 一個是17吋的輪胎 一個是18吋的輪胎 那差別在於是說 車子的皮質的感覺不太一樣 潮流版它是不織布的防風水的設計 那這個的話是皮質的設計 它就會有電熱跟通風的設計 然後它後面的辨識度非常高 比方說它的第三煞車燈是做直立式的 蠻帥的欸 專業的 非常的專業 謝謝 欸 你看 有東西可以拿 你看 剛剛本來可以多殺500塊 現在沒了 買回來試試看 欸 我好開心喔 我覺得比LB殺的開心怎麼辦 我做夢也沒想到 第二台竟然是Astra 可是我跟你講 Astra那個車頭我真的覺得很漂亮 個人是蠻喜歡的 欸 要排隊 要排隊 所以 要排隊 因為我跟你講 台灣精神 台灣製造 非常的有台灣價值 門口呢 我們排隊管制路員的數量 那我們先去下一攤 看一下啦 看一下 不是啦 要排隊喔 等人少一點啦 因為真的太熱絡了啦 你看 裡面那麼多人在看 滿滿的 這個人數不亞於雷克薩斯的LBX 等一下後面會統一發便當 該不還遊覽車再來 等遊覽車再來 欸 跟上十次 欸 不錯 好啦 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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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約會員專屬路口 欸 這要預約會員才可以進去 喔 從旁邊報名 好 謝謝 歡迎 歡迎 喔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沒有 特別歡迎 沒有 沒有 不好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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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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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等你 等你 很久了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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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謝謝 因為你說你不喜歡我們家 沒有了 沒有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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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命啊 真的不麻煩你 我們就逛一逛 對 不好意思 不會啊 真的很歡迎你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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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小編 欸 寄邀請還給我們的小編 好不好 大家好 大家好 我們現在現場展的是三台高規 對 那最旁邊這台是七人的 喔 七人的 三台都是高規的 對 高規是多少錢 你知道嗎 高規的話 七人高規是134.9 我們昨天剛公佈 2024年的新價格 134.9 對 然後 五人的話是129.9 129.9 然後我們還有一個五人低規 他是109.9 109.9 你知道預計什麼時候可以交車嗎 我們音樂其實會開始陸續 音樂都可以交車了耶 對對對 所以其實蠻快的耶 期待 希望可以上半年比較大量完整的交車給大家 這樣子 因為我們一直都很關注小石哥的一些影片 上次邀請你們很可惜沒有碰到面 那時候你邀請我他們知道嗎 當然知道啊 我們很期待 我們就是等了一整天想說啊 什麼東西要等到小石哥來 可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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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我們來認真的看一下車子 可以認真看看也可以向車坐坐 我們認真跟大家分享一下車子 好啦我們 以商品為主 不要帶入個人的那個情緒 他們希望得到公平的對待 你有沒有覺得他這個燈的這個排列方式啊 很像阿提斯嗎 新款阿提斯 新款阿提斯 對 上面有一個那個進氣孔 真的有開動的 欸 我跟你說 這以前是Evolution才有的東西 比較注意的 我跟你說 節能蓋 喔他這邊有設計應該是充電孔 這個就是那個啦 上下的插頭啦 一個快充跟慢充的 上下的插頭 我真的認真講啦 好不好 因為我們實話實說 這沒有什麼品牌的 我們先把這個遮起來 好不好 我剛剛一眼望去 我覺得他這個 感覺塑料的質感 好像稍微我覺得 沒有那麼好 就是我自己覺得好像 塑膠的那個 有點白白的這樣有沒有 就霧霧的 可能要塗一下 至少塗一下油 啊像這種這個啊 其實這也是有點滿白的 就是不知道為什麼 我們真的不是特別 你看他這個都是 我不知道 可是他用的那個資料跟其他的 一般車不太一樣 其他車不太一樣 然後這個門板這邊 他做的一種 硬的塑膠 但是他做這個網刻狀 這邊是皮的吧 對這皮的 下面就是硬塑膠 中間是採直立式的螢幕 欸這椅子看起來滿好做 我可不可以坐後看 我坐後看好了好不好 欸不錯欸 喔這椅子 椅子包覆性還不錯 蠻有彈性的欸 欸方向盤粗啊 怎麼那麼粗啊 這是我喜歡的粗度 對 欸這個方向盤 我給高分 但這個嫌大了一點 我還以為你要講這一派 沒有沒有 如果不要要這樣 嚇死我 好 不會啦我覺得大小還OK 但我真的覺得 方向盤是加分的 但我真的認真覺得 這個有一些塑膠件真的覺得 嘖 尤其這個我都覺得 他這燈光照下去都一大一大 我不知道為什麼 你看得出來嗎 對啊 就是沒有很整齊很規律的感覺 對 好啊這個全部都是有一個那種 像亮面鋼琴烤漆的 喔 阻尼桿還不錯 喔這裡也有做一個這個 無線充電盤 但我覺得 有點不好拿 這邊不就手 喔後座蠻大的欸 不過他椅子是真的不錯啦 我看他這個花紋 我就很想坐看看 很有彈性 這椅子是蠻有彈性的 我覺得椅子不錯 等一下這空間好大 蠻大的真的 而且寬度也是寬的喔 他中間這個座一個人綽綽有餘啊 有沒有 地板是平的嗎 地板全平啊 喔好舒服喔 我看他那個葉子板有沒有做 有沒有做隔音 前面葉子板的縫隙有沒有做隔音 有有有有有 有喔有做隔音 好有有有塞有塞東西 你看他這個塑膠很奇怪 就是全部都是那種白白粉粉的這樣 對 不知道為什麼 好我們繼續看後車廂 有電動後尾門喔 然後後面一樣板子可以做一些排列 他下面就是做了好多盒子這樣 其實實車比想像中好看 比照片好看 外型我還沒有認真看 不過後尾燈是實車是漂亮的 他裡面有做懸浮的 也是跟那個408一樣 對對對對做立體的 立體的 基本上現在做燈條 應該就是不敗的造型了 這機能座我覺得還好 你看那個人坐在那邊 頭都快到後車窗了 我自己覺得有點勉強 不過看他的腳是可以的 他腳是OK的 只是說我覺得這樣 頭這邊真的有點勉強 就很像Xienta那種硬要塞的感覺 沒有其實我覺得坦白說啦 我不是在針對那個 我Xienta也一樣 我覺得第三排坐人是危險的 而且太靠近車尾 對太靠近車尾 一重 而且後面沒有什麼東西 就直接撞到 我覺得是有點危險 你們就自己好好參考一下 騎人座就是可能 偶爾到家附近 不開太遠 要去吃個飯 全家要去吃個飯 那一台車就塞得下 可是上高速公路要全家遠行 可能就要小心一點 對啊要注意安全 我的感覺是這樣 這個是URX 然後這個燈 然後下面再做一層 其實這個跟現在我們訂的那個S-Trail 有點像對不對 就分離四頭燈 就類似這種感覺 人家也做了 進氣孔 做了兩個進氣孔 其實那個方向盤 跟那個一樣 電動車一樣 超粗的 而且那個氣囊蓋一樣 應該是同一個 然後中間也是一個 一個直的平板 然後後面 有出風口 然後國嶺 有一個高度 不是便宜 新人座的 這還是新人座的 嗯 它是往兩側 對它是往兩側 對 這台車最大的賣點 其實它就是多功能的使用 那它這個 斜貨板的話 它還可以再拿下來 它可以做扶子車 啊 推輪椅 推輪椅上去 所以這個配備是選配的還是 原廠標準 只要是熱貨板 它這個就是標準配備 就是標準配備 它是反方片 所以它這個沒有貫穿的啦 這個 後面有一點點鞋背 我想看一下它的內裝的感覺 欸這個就之前的 那種方向盤 所以現在現場這個就是 舊換新66那個版本 對 它這個都長得像雞皮 這樣摸起來不像雞皮 偷著蠻特別 它是有做那種內凹的那種形式 真的不貴 認真不貴 這個質感我覺得 對得起這個價錢 其實蠻大的喔 喔 一抓去陷下去耶 好看起來 後車廂 它這個自己是電腦 喔 欸還有電尾門耶 媽哪個畜生賣七十幾萬 沒電尾門 哪一個 哪一個 這真的可以考慮了 便宜 謝謝你 它自己也開這個它非常專業 對這個車非常的了解 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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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天就是有限量五個人可以購買 來到現場的話 我們會發發號碼牌 然後在每天下午的1點23分會準時抽 它這個跟車的顏色一樣 欸 真的很配耶 對啊 限量的 還是你會先買車 買車就會送嗎 買車也有送一次 欸真的耶 那你買車好了 我剛才問車長他說 他駕起來沒出來 不要騙我 不要害我 我覺得它這個框啊 把它弄成銀了以後啊 有點太突兀了 裝在這個紅色的東西上面 覺得有點突兀 你遠遠看 沒有很 沒有很 match 甘你屁事系列 好不好 接下來我們進入 甘我屁事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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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磁力的大平板 其實我一直覺得 蘇發路旅圈其實都不錯 我這個旅圈 我就覺得還不錯 可能我喜歡多服飾的 我現在每次看到這個 我都想到 放在我們店裡放很久的那一台 你看這旅圈我也覺得很好看啊 你這樣放我覺得蘇發路旅圈 這樣都做得不錯 我認真覺得 可是翠哥就是XV嘛 對就是XV改名字 欸 謝老闆 謝老闆 你來包紅包喔 來包紅包啦 我們今天主題是 哪一台車定會賺錢 不是 這樣主題不對 來唷 謝老闆 逛一次台北車展 能訂幾台車 我跟你講 10台沒問題 好處理 剛才說要訂那個什麼 趟S 趟S 趟S會賺錢喔 買10台當S喔 不要啦 真的 你要做和運租車 你看 這是所謂的冤家路 不是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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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俠路香 哈哈哈哈哈哈 寶石姐啊 寶石姐來了 這展出的是GT3 RS 好不好 這邊有718 Buster 現在賣最好的一台敞篷車 車買718 整天發發發 不好意思 誰把我車停到這來了 叫司機說我要走了 可以開出來了 哎呀 越野套件 而且玫瑰金的輪圈 真的不好看 我說真的 我們請到專業的 我們算是 銷售顧問 YC來幫我們介紹一下 其實我們英柳池這個品牌 是英國的一個品牌 那它本身是世界前三的化學公司 那因為它是化學公司嘛 所以它下游廠商有蠻多 也是做車用零件 包含它椅子的研發 就直接請尼卡羅 然後剎車就是做用Brembo 底盤 就是請麥格納 麥格納就是做大G 對 的一間公司 所以它底盤就請他們全新設計 我們有分柴油跟汽油 柴油跟汽油 對 那使用的就是B&W B58跟B57的引擎 它的變速箱也是B&W ZF-5 ZF-5 它用B58、B57引擎 可以200多匹馬力 對 但是它強調是它開不快 它的極速限制在160 第一個因為它車比較重 它怕說你高速行駛會比較危險 第二個就是它把這些引擎的動力 用在你前段 需要很大力道越野使用 中控台有夠漂亮 它沒有儀表板 它讓你專心在你的越野 那上面的話就是一些玩樂 像我們的Opollo模式 對 涉水模式 這個內裝是我男孩子都會喜歡的內裝 這個天裝比較特別 它做在駕駛跟副駕駛的上面 因為它是快拆 3秒可以把整個天裝拿下來 發著一些特殊狀況 你可以快速從上面 多混 喔 那這個我們現在的定價是多少錢 現在我們的售價是428萬 還有汽油都一樣 風機方向盤 唯一有溫度的改裝品 汽車教授 職人洗車用品專賣 Ultra Dash 地標最強的Dual Lens 我又來了 看我換衣服吧 第二天 想想不對 買太少 標題不好看 流量密碼沒有處理出來 那我們現在來Toyota 我們再來處理一台車 拿一台車 當然是最便宜的啊 呵呵呵呵 我們要買一台餐車啦 魔鏡號啊 在上面幹嘛都可以 很酷耶 你看小狗 有沒有很臭 不錯啊 這樣做的啊 有沒有 這樣釣魚 好那方向盤是Camery的方向盤 舊款Camery的方向盤 05年那種Camery方向盤 有沒有 這是以前有木碗的那個 對不對 對對對 而且它下面還有這個墊子 防摩擦 它引擎應該在椅子下面啦 好啦走 簽約走 我們那個自排的是不是有兩個等級 對 自排有兩個等級 那兩個等級差什麼配備 最主要都是差在我們的Toyota TSS系統上 那我們自排DJ的話 車價是59萬 好 在Toyota是要錄影用的 還是最適合用的 我要拍那個啊 我要拍外景啊 哦 大名的外景車 是不是這麼 對啊 改魔鏡號嘛 後面 改 P 你知道魔鏡號嗎 可是它笑的樣子我都不知道 P 沒有我覺得那車很好 什麼是魔鏡號 是一台蠻不錯的日本車 對 在日本很有名的一台車子 那什麼車就改好找我們去看 好好好 借你去出外景都沒關係 真的 對一句話 真的 自己人 查到了嗎 不用借我了 謝謝謝謝 哦不用借你了 你查到嗎 不是我小公司開不了這種大片 可以啦 這跟公司大小沒關係啊 這看女主角的 哈哈哈哈 這做得好開心哦 這個北永和 江振庭 好啦謝謝大家如果有需要 這個買 COROLA車可以到北永和 最後一句話 如果他服務做得更好 到時候魔鏡號成立之後 第一個客人就邀請他 邀請他是不是 對 素人系列 素人 哈哈哈 帶大家來看菜刀旅圈了 來我們來看看菜刀旅圈 本人到底像不像菜刀 好不好 哇其實真的蠻香 真的蠻香的 很平耶 很平很平非常平 他這個不知道現在售價多少 便宜的話應該來處理一台才對 他裡面都布的耶 比你的顏色還蠻特別的 而且你看前門門板顏色蠻特別 他前門的中控跟那個 是漸層過來 對漸層到後面來又變色了 其實我跟你講他最帥就是在中間那個圓圓 那個精神真的不能變 請教一下這個有定價了嗎 還沒大概 大概 210左右吧 欸那不貴啊 這個你們已經開始接訂單了 已經接蠻多的 已經接蠻多了 那交車是不是就要很久 9月後開始交 9月後 哇 好您是哪一個 我是 營業所 松江的 謝謝 來幫我們介紹一下 我們這一次的N7強項或是優勢在哪裡 強項的部分啊 我們的車子是以空氣力學去做設計 風阻係數有做到0.28cb 這個地方的話我們是有做那個開口的 穩定度會更高 也可以讓我們的能耗降更低 前面的話我們這個是AGS進氣系統 可以透過我們的電控系統啊 去調節說他要不要做散熱 那他現在的那個電池的容量有沒有分等級 呃電池的容量我們是都一樣的 用平均能耗算下來的話 電池的電度大概是50%k瓦 NEDC的話我們是505 要不要幫觀眾朋友說明一下這個訂購的流程 非常是不簡單的 可以要等到我們明年第二季過後 那下訂的話就是只要加入到我們的官網上面去加入會員 然後加入會員就可以在上面做訂購這樣子 你都會在哪裡啊 我都在新店新店體驗中 順便偷偷宣傳嗎 可以宣傳來 如果現場要下訂可以連我的員編 喔有員工編號 兩個L0073就是我 來了來了來了重點 規格 規格是不是 對他們會分兩個規格中規跟高規的部分 欸啊什麼規格啊 好啊91啦 然後顏色的部分你幫我選擇 顏色怎麼辦 那你一定都是白色的 什麼我一定都白色 講這種話白色 黑白 OK 下一步 然後您幫我填寫一下您個人資料 欸好啦搞定了現在都沒有那個 你要簽名的 對啊哇花錢 哈哈哈 好啦那謝謝董彤 他是在這個成龍汽車的民權營業所 可以去找他銷售副理不錯 謝謝 好啦那 完成完成預訂 感謝 謝謝 來先讓他 你知道這個什麼嗎 還是你要限開嗎 富伯利克雄啊 限開 好限開了啦 太棒了 來來來來 我那天來是不是看到我就說我好想要一支 對啊對啊 可是為了這一支有必要買台車嗎 哇 哇好小隻的欸 小隻的跟大隻的 太酷了吧 可愛 好了開完了 可以退訂了 不是 這支先拿回家 發現奇怪晚上只有一筆刷退的 哈哈哈哈 大家好 今天是來唱流量的Super Snow Show 最優質的頻道 哈哈哈哈 我跟你講我一個車展大概要秀他的頻道秀八次 欸你都剪掉 沒有以為我不知道 哈哈哈哈 這一站為什麼我要留在這裡啊 因為我真的對於這一台車非常有興趣 小師都賀成交了 對啊 還有什麼好說的 定了啦 連嗓車都還沒嗓就定了 這個發音我要有個責任跟大家分享 因為看到這個小師跟我說 是個親切的朋友 一人名叫做 阿瑞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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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果看了日本原廠 人家正確的念法應該是 HORIA 說實在耶 你看到這個實在 你覺得怎樣 我覺得超好看的 不應該選白色 要選這個顏色 這台車我覺得它水箱護照 我一看就很喜歡 是 那不是水箱護照 水箱面板 它是面板 對 它是車頭的一個面板 那再搭配上我們這一個 擁有全世界最薄透鏡 只有20mm的這個LED的頭燈 還有全世界最長720mm的這個日行燈以及方向燈 我們擁有這個同級最大20吋的這個切削式的 我們這一次呢 是採用這個CCS1快充式 而且等於說充電是非常非常的方便的 20分鐘可以把它充20%到80% 你知道我最喜歡它的地方是哪裡 哪裡 就是它裡面的這些燈光按鍵 都是做這種隱藏式的 隱藏在它的這個中控面板裡面 所以當你熄火你看到你會以為只是一條 都沒有 只是一個飾板而已 包括那個中間的那個排檔 綁壩那邊也有一些 也有一些隱藏的按鈕 它這個是採用震動式的回饋感 對 有有有 就摸下去它會有震動的感覺 是蠻厲害的 你們現在這個重點是沒有障礙 是沒有錯 你為什麼要增加人與人之間的隔閡 抱歉我幫我 而且你看一點聲音都沒有 這個超棒 有沒有看到 它可以讓副駕駛座跟駕駛座之間會有一個這個通道 如果假設一個不小心 比如說可能我們 呃 這一邊可能被障礙物擋到門不能開 我們可以從這邊 對 而且它這個雙扶式的方向盤 銀把 銀把 蠻漂亮的 對 在前面我們有個10.3吋的抬頭顯示器 有喔有抬頭顯示器 對也都是有的 好大喔 是還有而且我們還有這個BOSS的環繞音響 BOSS這一間標配 我告訴你我們很高 S-Trail也有BOSS 因為你剛剛提到了這個我們的S-Trail 對 我們這一次呢 在前檔 雙前座 包含後座 都採用雙層隔音玻璃 欸這樣我真的落差 我們的那個插碎只有前面三塊 只有前面三塊 這一台車全車 除了尾門沒有以外 全車都是雙層隔音玻璃 你看我POSE要拴這雙層玻璃 要選耶 後面其實像我們這個貫穿式的這個尾燈 也是這次一個很特別的設計 後車箱空間非常的大 其實後面這次有蠻像的 這個展間都看得到了嗎 還沒有 只有車展有 只有車展有 車展限定 所以如果車展沒有跟到的觀眾朋友 可能就看我們的影片 或者是之後他們有展出的時候 大家可以去一心方者 好不好 好啦謝謝 欸會累耶 這兩天我們來了兩天的車展 總共呢我們訂了上述 大家看到影片五台車 阿斯華嘛 湯S嘛 阿瑞亞嘛 LBX嘛 欸少一台對不對 你猜猜 就是我們這樣整個這樣逛下來 還有一台隱藏車款 大家你覺得是哪一台呢 放心 今年看起來沒有韓國車參展 不會有驚喜 好不好不要想太多 欸預算很高耶 拜託一下 稍微分享一下 否則超級感謝一下也不錯 好不好 再見